車子開在路上明明就有開燈 但怎麼還是收到罰單 真的還真的不知道這樣子 偷拍就會被檢舉 然後需要被罰錢 一位是被誤會開成霧燈 但問完警方讓她更傻眼 新北市一名陳小姐 日前接到檢舉罰單 違規事實寫下 駕駛人不宜規定使用燈光 但因為這輛日系車的日行燈設計 常被誤會成霧燈 想要申訴警方卻告訴她 是因為下雨天沒開大燈才會被罰 因為它是大白天的 我覺得這個法律上 是不是有需要做一點調整 我花錢買了這個方雪 但是我還要因為這個方雪被開罰 當天雖然下雨 但光線充足 視線根本沒有不佳 而且陳小姐的車燈 一直都是系統自動判斷 路段光線來切換 像這種天氣 也有可能有太陽雨 視線還是良好的 對啊 這樣怎麼拆決 無奈被檢舉 他們後續也將會再申訴 除了陳小姐這輛Impreza 1.6 還有雪佛蘭的大黃蜂等等 日行燈與霧燈在同個位置 都是容易讓人誤會的設計 雖然這是過去的車款已經很少見 但現在許多駕駛都會使用車燈自動感應系統 非常信任這個功能 卻被檢舉稱沒有開燈 民眾也質疑法規是否得針對不同情況有協調空間 甚至是修改來應變新科技的不同 TVBS新聞視線藍庭新美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